谢谢啊 太麻烦你了 完了请你吃饭啊 周末就一天 还写作业呢 这个数学班可是我拖了人才给你塞进去的 这个老师的学生去年考进了北大呢 你的数学有点弱 做错了一道大题 那道大题是初学老师出错了 那是高三的题 那人王雅杰考了满分 你以后啊 多跟雅杰这种好同学交朋友 不要老跟那个李尖尖鬼混在一起 妈妈对你交友没有什么要求 但是要交一点上进你的朋友 互相影响 我平时也跟王雅杰讨论题的 你最乖了 对了 你生日 妈妈送你一台数码相机好吗 真的 谢谢妈妈 但是妈妈有一个条件 下次考试 你必须考过王雅杰 在初中的时候你就是万年老啊 必须把这个帽子摘掉 妈再见 对了 你晚上想吃什么呀 我晚上想和王雅杰一起去咖啡厅做个卷子 在一起吃个火锅 哦 那可以啊 钱带的够不够 请人同学吃个饭吧 那你再给我一把 妈妈支援你先 妈你最好了 妈再见 我跟你说 啊 啊 啊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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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姐加油 來來看一下 那個長得像青青的男的 就是我小哥的好朋友 哪個呀 除了你小哥都長得像青青 最像的那個叫張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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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誰誰 是 謝謝 給你看看 怎麼樣 她畫的是我呀 啊 我還 我好認真的 這太醜了吧這 哪裡醜 你看那臀 這哥們哪笑 臭死了臭死了一身汗就可憐了 嗯 嗯 來我擦擦今天我受了是吧 子秋 你拿走拿拿回去洗 你別讓我幫你洗 回門啊 李大清外面有人找你 好 你幫我發一下 臭死了 你 你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记得我走的时候 你还是小朋友呢 时间过得真快 这一下子都长这么大 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我现在定居在新加坡了 也在乎了 帮我说话 那你一定也知道 你现在有一个妹妹 叫小橙子了 她整天吵着 说要见你这个哥哥 见我干什么 我又不认识她 可是你们身上 留着同样的血液 这也算亲人吧 你还是别的事吧 我先走了 我听说 我听说你爸 工作还那么忙 又没有再婚 大部分时间 都把你放在李海潮家 李海潮对你好不好呀 你爸给他钱了吗 他有多花在你身上 你爸不是为了钱 才照顾我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如果你觉得委屈的话 或者哪儿不舒服的话 你憋憋在心里 你记得告诉你外婆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李爸爸把我当亲儿子照顾 我也把他当亲爸爸 以后他老了 我也照顾他了 没有你新的家庭 我也有我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回来 还要对我的家人 指手划劲 你当年 不是把我给亲家了吗 对不起 我知道当年 妈妈对不起你 但是我真的是没办法 我那个时候 自己的状态真的很不好 如果把你留在我身边的话 你可能受到的伤害会更多 我那个时候已经自顾不暇了 我把你留下并不是 我真的很想你 怎么还不出来呢 哎李欣欣 你紧着把他串出来 你是他妈妈 他不是不要灵霄了吗 这么多年不晚不过 连电话都不通 算什么妈呀 话是怎么行 但是 你就没想过找你妈吗 什么呀 找抽吧 神经病吧 但我们是垃圾啊 降中降中想捡回来 就捡回来是吗 就这样好了好了 不想就不想嘛 不要生气嘛 谁让你没骨气啊 好了 我去上课了 你来等你自己等吧 等妈妈 等妈妈到深圳找到了工作 妈就接你过去 妈妈 你要早点回来接我 妈妈 妈妈 要早点回来接我呀 我真的是对不起你 你能原谅我吗 你有别的事情吗 教务图主人在学校附近抓藻类 你不知道 见到她的事了 别告诉爸爸 听见你的 听见 你们俩站住 那两个男生女生 你们咋办呢 头发发 站住你们两个 你好 欢迎问您请问请问 好 跟朋友聊 好 您能带你 好 谢谢啊 对不起啊 这锁里有事 来晚了 没事 这才等了一个多小时 以前等得更久呢 这锁里确实有事 喝茶 铁观音 喝不管 商贵 来 给我倒杯水吧 我这是锁里口干热燥说了吧 天话 听着你这说话口音都变了 听着你这说话口音都变了 好 谢谢你 谢谢你帮我办我女儿戒毒的事 哦 你拿着这个 到邢校办手去就行了 给你添麻烦了吗 泡泡团的事 还有我听说 老太太总去麻烦你 她年龄大了没分寸 你该拒绝就拒绝啊 这老太太是灵霄的外婆 真清戴故的 能帮就帮呗 你还是那样 热心肠 当初嫁给你也是因为这样 你老公就过来工作半年嘛 有必要把孩子转过来吗 这转来转去的 对孩子学习不好 主要是 我得过来照顾我先生 我先生觉得 一家人应该在一起 孩子就应该绕着父母转 而不是父母将就孩子 所以还是让孩子过来吧 这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对对对 这陪伴孩子真重要啊 行 我走了 那个 有事你就说 能帮我一定帮 也没什么 就是我去见过林霄 谁让你去的 我是觉得好久没见他了 再说老太太和我大哥 都说我应该多关心他 这一次正好要待半年呢 小橙子也没见过他哥哥 我想毕竟是亲兄妹嘛 还是应该见见他 真听你过分了啊 关心他 想关心你早干嘛去了 你也不问问孩子 想不想见你 我只想做一些弥补 作为亲生母亲 我去见见我的儿子 应该没什么错 应该没什么错 你现在想起你人 他亲生母亲来了 你现在想起你人 早干嘛去了 早干嘛去了 你不知道 林霄心里有阴影啊 这阴影 是我一个人造成的吗 难道你没有份吗 难道你没有份吗 当初是我病了 我把所有的责任 都揽到自己身上了 但是这么多年 你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了吗 你把孩子扔到邻居家 就不管了 每个月给点生活费就完了 林海潮一个人带三个孩子 你觉得他带得好吗 林霄跟我说 他当林海潮是亲生父亲 那是不是你雇一个阿姨 雇一个保姆 他就可以当成亲生母亲了 林海潮就是他亲生父亲 怎么了 那你这个亲生父亲在哪儿呢 我告诉你 今后不要再见林霄 不要去找他 我求你了 放过我们成不成 田落 你说的最下 安静 love 我求求你了 我小块拿去 我 Commoreic 你对我这样意 还没做过你了 我换完我就做 小哥 干嘛呢 他想画就让他画呀 扫子不扫子 林爸 林爸回来了 写作业呢 来 爸 晓晓 那个金针 什么了 爸 没事 坐嘴 哎呀 行了 别扫了 挺干净的嘛 回去吧 孩子 回这些 聊什么呢 当然是小孩子不能知道的事情 陈婷 今天跑学校赵林小姐 这 这 这么多人没联系怎么就是 照顾都不打就跑学校去了呢 考试了 我今天跟她见了一个 高高在身 不可一世的感觉 夫太太 不得了了 还跟我谈什么教育 说起她给现在孩子转学的事呢 说什么孩子离不开妈 跟我气坏了 合着我们林小就能离开妈是不是 我跟你说 在学校 指不定说了多少不中听的话呢 问林小了吗 我刚才想问啊 可我看这孩子不想说 你这孩子不想说你也得问他 这问了有什么用啊 你看刚才蹦蹦跳跳的我看 好像也没怎么上心 反正我跟真正说了 今后不许她到学校再找林小 她答应了 反正我话说得挺难听 但是她那性格啊 保不准 你这事你得处理好啊 我知道啊 对了 你啊 德库 你问问林小 孩子有什么话都跟你说 行吧 我想想办法啊 你也别急 来人啊 救命啊 来人啊 救命啊 来人 救命 一人啊 有什么疯in 我许过去 dir 哎哎哎出發街王逗逗 我說可以叫我叫洗出發街走 黎晶姐還我走 黎晶姐你幹什麼我告訴你發誓 哎黎晶快過來快回來了 又展高了 你媽腳崴了讓我過來幫你幫忙做飯 黎晶我聽你媽媽說呀 她太忙了沒把小妹抱歉你 哎來呀小橙子這就是你哥哥 這怎麼高興傻了 在家整天吵著要見哥哥見哥 哎呀這就是你哥哥快來 哥哥你就是我哥哥 哎哎在家怎麼練來的 你們打招呼啊 哥哥初次見面我叫秦美鴨 現在上小學一年級 這次我來給哥哥準備的禮物 希望哥哥喜歡 哎接著 哎誰讓你帶著 你親孩子你給我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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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過來 我 咱們給你淋巴找個電話 我給你回來 是不是他 小橙子是你親妹妹 你倆雖然沒見過面 但是從血緣上講 除了你父母 那你就跟她是最親的了 我不去妹妹 我有妹妹 那李堅堅的妹妹 還不如表妹唐妹親呢 他怎麼能跟小橙子比啊 那林海潮是花了你爸爸錢 才照顧你的 你敢這麼傻啊 那林海潮是花了你爸爸錢 如果你再這麼處理吧 以後你就不要再來 怎麼 你還想跟你這個外婆斷絕關係啊 你太不懂事了你 外婆能害你嗎啊 誰對你好你不知道 我當然知道 以後能不能不要再來找我爸 這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是沒兒子還沒女 你 你怎麼能這麼說話呢 誰叫你這麼說話的 唱戲唱夠了 就把裡面小孩帶走 別來煩我們 你 你這孩子還穿的時候 你 只要你說這話 你你這孩子 你別打他 你別打他 我在教訓他 他不懂事 你你我快好好說嘛 林爸知道會心疼的 打一下就知道心疼了 看來是那個媽媽 所以才這麼不懂事 所以咋 沒教養 你的事進去 林姐 外婆 那個你有話進去說嗎 你在這淋雨 你你鞋都濕了 呀 你穿的是新鞋啊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 沒叫一個孩子 真是美 真是孩子 你你你要走啊 我給你叫個車吧 用著我自己走 那我哥哥也一起走嗎 他不走 你今天也留下 就住著啊 反正明天你不上課 好好跟你說說玩啊 聽話 不是那個 孩子不能留著 哎 你放心 不會給你一切 但你有什麼關係 那林霄要是不管孩子 讓他把他扔到大街上也行 啊 不是 哎 這孩子不能留這兒啊 哎 哎呦 這老太太瘋了吧你 你是誰 李尖尖 你為什麼管我哥哥叫哥哥 因為他是我哥呀 怎麼可能 我媽媽說我哥哥只有我一個妹妹 他只剩我和我哥哥 而且 你沒有不同信 我跟你也不信 那我哥哥本來就應該跟我性情 對不對 不會 你媽當初不要他 他跟你沒有關係你知道嗎 你亂講 媽媽每次想我哥哥的時候 都會想到哭 媽媽說 雖然不在一起生活 但是新世人在一起的 啊 幹嘛呢你們兩個 你跟這麼小 你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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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呢 早走了 你還知道回來啊啊 我還以為你被大雨衝走了呢 哎呀這損事太多了 你說這 我以後也不指望你 直接報要領悟 哎我要出警 那我回來得到快 哎 我先回家了 對 你行行行行行 子秋 今天回去了 哥哥你去哪兒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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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回家了 呃伯伯是來送你回家的 我不要我叫哥哥 你聽話 這個拜拜是警察 你不聽話啊 對對對 拜拜送你回家 好吧 我不要我叫哥哥 我不要哥 哥哥啊 哥哥 你怎麼不 electronics 自己看著辦 哎 幹嗎 不過來 來來來來來 爸 這大白菜怎麼賣的 老婆娘一斤 涨价了 一直都这个价啊 现在菜都贵了 这城里的菜就是贵 这在我们县城 这两块钱都买二斤呢 婆婆呀 这都是我们之前扒好的 没有老菜叶了 你别扒了行不行 再扒下去都用白菜心了 扒的都是老的 行了 你撑吧 婆婆呀 像您这样啊 就适合在晚上收菜钱来买菜 那时候便宜 你这卖菜的 怎么这么说话呀你 你买菜 你现在挑挑呀 瞧不起人 你 你 你看我姑娘像没钱的吗 我告诉你啊 我姑娘女婿 是新加坡的公司高拐 你干吗 但出门开着大奔 有的是钱 您跟人家说这些干吗呀 不好意思啊 年纪大了 多少钱 两块酒 你给中畅啊你 婆婆来 您自己看 看看是两块酒不是 好了 好了 知道了 行 给 走去 你说你 就这么把小橙子送过去了 林小肯定不开心 你得给他一点接受的时间呀 再说了 你这么做有什么用呢 你把孩子送到李海潮的店里 林和平不照样给送回来了 你懂什么呀 我就是这样 小橙子黏着他哥哥 让他习惯 你说你冷孩子 冷落了这么长时间 那你不贴上去 谁贴上去啊 可是我现在 见到林小五都不知道说什么 见到这孩子 我的心里就 怕怕的 你一声不吭的就离婚了 我当初怎么说来着 你离婚了 不管孩子到最后啊 肯定是会要后悔的 结果怎么样呢 当时我就不同意你和林和平结婚 我给你张罗你大哥那个同事 人家家长在北京做生意 人又长得那么气派 是挺气派的 一百八十斤 您能不能别总提以前的事啊 您现在的女婿不好呀 这回啊 是让你瞎毛碰死耗的碰上了 还有啊 别总有事没事的去麻烦林和平 你自己没儿子啊 我知道我自己有儿子啊 我是故意的 我不跟他断 就是为了不和林萧断 你说林和平那个没心眼的直肠子 自己的儿子都快跟人家姓李了 他还 还在那儿乐呢 这种事啊 还得靠你妈我给你们谋划着 你怎么想打吧 没有啊 继续打啊 不是 你这么意思啊 怎么回事 是你怎么回事 又不是你妈回来找着 你这么起码干什么 我们家的事跟你说的灭不灭 是 你这林天仙 她是自处冒着仙气了 她再不愿意承认 那也是她妈呀 这秦北洋怎么说 也是她亲妹的 这么多什么太绝静 有些事你不动 你不要乱说起来 不是不说就不说 你推我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清楚了 我们家一共就五个人 其他人都是外人 那你还找你妈干什么呀 一个外人 我找她是为了问你清楚 她为什么丢下我 然后再把我爸的钱要回来 要是她说 她当时家庭困难呢 你妈要是家庭困难 就把你扔下是吗 我说真的 她是在大街上捡破烂呢 你妈在大街上捡破烂呢 不是不是 我是那意思吗 我 好了好了好了 我陪你去接你们下课 咱们吃碗窝去 我们怎么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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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速 就告诉我 任何盼将 созд 行了 也有哥哥啊 啊不 一个姐姐 嚇死我了 刚才被人生死你麻烦了 你打球你就忘记时间 我刚碰到琴米云和他妈了 还刚下午足弄 就来了 好 想起第一次 握你的手 你紧握 想我是你所有 一个牵牵会变大了 另一个变小了 岁月也让我隐藏 重新 你怎么认识人家高三的男生 那是李尖尖的小哥 你不是说他叫贺子秋 表哥 不是 是贺子秋的妈妈差点就嫁给了李尖尖的爸爸 然后 哎呀反正就是他哥 李文威士 你连他都认识 还跟那个李尖尖玩呢 没有 我是班长 班里同学的情况我都得知道一些 秦明远 你现在正是关键时期 要以学习为重 别整天想东西西 妈 你瞎说什么呢 妈妈是过来人 等你考上大学我才懒得管你 妈 你不是整天都让我跟学习好的在一起玩吗 人家李尖尖的小哥是全班前十 他哥从入校以来就是全年纪第一 以后肯定是要去北大的 真的 这个我骗你不说呀 妈你开车呢 我骗你不说我 行吗 我骗你不要avors 我骗你 我骗你 不是 我骗你 我骗你 我要跑 我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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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真是迷你迷你迷你 没事就把小程子往这里 你说她那么大岁数又有长辈 咱也不能把她轰了 那老太太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你都没折我能怎么办 我以为是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能把自己当外人呢 我怎么不是外人呢 我现在里外不是人 小心眼儿 你放心 孩子心里清楚跟你选一期 大了三人 也就几个月的事 是大人能忍 孩子能忍吗 你看看林啸这几天 念头打脑的 这连带的紫秋跟小尖 这都打蔫 是啊 那林啸也得适应适应 适应是吧 毕竟是亲妈亲姥姥 那小程子 怎么说也是她亲呗 这这没法改变的是 林啸这儿太敏感了 要像紫秋那么心大多好 行呗 你说忍就忍呗 反正孩子需要你的食物 你不管 等孩子整大了 你钱管都管不了 海长 这都炒那么多菜 表面待会就不炒过 怎么就不炒了 我还会什么呀 我就会做个饭 那孩子们心情不好的时候 吃我做的饭能吃好点 吃饱点心情能好点 怎么就不让我炒了 然后我炒的菜还不让我炒了 炒炒炒炒炒炒 好 好 每次都是林啸的外婆 带着她那个田园的来 不只能来还专长饭点来 我们家面前都是老客人 他把陈丁的事宣传了 整个小区都人尽皆知 那这不是姨老妹吗 林秀的爸爸不管吗 你别提我林爸了 躲得比谁都快 以后找老公 千万不要找我林爸这样的人 你别说找老公了 你哥哥都快被抢走了 抢走 谁 小橙子呀 他不是抢你哥哥吗 人家才是真正的血脉相连好不好 有血缘关系又怎么样 还有磁性啊 见面还能吸在一起啊 你没看过那种 无聊的生活类新闻吗 经常有个被抛弃的小丽 千方百气 迅速着自己的亲生父母 找到之后呢 亲生父母一般都会哭诉 说当年抛弃你是过不得已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地爱你 然后小丽就与亲生父母 都痛哭 静视前行 我哥叫林霄 不叫小烈 你搞清楚重点好不好 不管怎么被抛弃 也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这说明血缘这种东西 是有魔咒的 很可怕的 像你小哥这种情况也挺多 一般都是长大之后 才去上这种宣传节目 我哥和小哥跟别人都不一样 我们一家人一直对外 一天间 我真羡慕了 我也想要有个哥 对我又好又能帮我转移我妈的注意 这样我都会过得特别细的 不会那么惨 中落还要上补习班 我看你 你真是 独生子女的肚子 是吧 是吧 这二婚嫁得好不得了了 你看那个老太太 总贴药物扬威的领那个小橙子 她忘了当年的事了 还有那个陈婷 那当初她多狠心哪 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要了 还好意思回来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 就知道孩子的好了 何况 林骁现在学习这么好 以后肯定有出息啊 陈婷一会儿是个好事 当初她也难了 看着她老公儿子就想起去世的女儿 她整个人都钻牛脚尖了 要不是她离婚走了 说不定想不开 还活不到现在 还哪有今天 按我说 人把自己生活过舒坦 才容易做好人 是啊 要饭了 哪有时间管别人的事啊 这就是要饭 也得先把孩子喂饱了才行 就是吧 那也是 要为什么叫亲妈呢 快快快